登陆进来直接选马上线上制作 请大家就跟着做 大家选一下那个线上制作 请你选那个 我们选第一个比较简单的相片书 那其他的相片书是比较复杂的 那其他的就是那些小东西就比较单纯 就只能就是可能只有放一个图片就可以搞定 所以我们把相片书摸懂了 其实就大概整个就都没问题 所以请你选相片书 然后进来之后呢 他会问你你要哪一种格式对不对 然后你要多大的size 那所以你去选一下 如果说你的图片 没有办法到800万像素以上 就建议你尽量不要 不要选那个A3满版以上的 你就找小一点的 如果你对你的相片的解析度没有自信 你就小一点的 比如说A5的 A5就A4的一半 那他可以选直的横的 那我们先 我就示范的我就先选最小的 那因为你等一下要如果要输出的时候 你的每一个版面的每一张照片都要填满 你才可以购买 就是你做完才能购买 所以你等一下夜数选的越少 你就越容易先做完 如果你选那个很大本的 然后那个相片很多的 你要全部把它放满 你才可以去做输出来 那所以我先选那个A5横的 你就选好你要的size 然后再来是选你的样板 那这个不同的版跟不同的装订的方式 就是会决定你的书做出来的样子跟它的价格 跟它的价格 那这边会有一个价格的试算 好 所以我假设我今天要做那个 柏版的蝴蝶 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那个贝跟贝黏在一起 然后下一张跟下一张的贝跟贝也黏在一起 那种就连在其他 反正你就做了就知道了 这有做过书的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就选个柏版蝴蝶叶 它这边有长相 你可以看一下 这叫蝴蝶叶 就这样翻开来 这边有预览可以给你看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你选好你的版之后 选好你的版之后 你再往下 它这边就会跟你讲 32页的 基础是32页 32页的310块 然后这是什么样的纸材 然后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 什么纸 大概看一下 好 所以你决定完那个装订方式 纸的那个方式之后 你再来就选你的风格 那风格就这边就是决定你的版面 这边会决定你的版面 那所以如果你是那个旅游的 你就可以尽量找那个旅行的 旅行的版 那如果你是其他的 你可以找那个经典 经典 经典的 那像这个有没有 像这个它有那个跨页满版的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说 跨页满版的 通常人家做那个结婚 结婚的那种 比较喜欢跨页满版的 那你最好就是照片有解析度要够高 够大张 你这个跨页满版的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其他的就会有那个排版 就会有人家帮你设计好的排版 那你相对的你只要把照片丢进去就可以解决 好 所以你就自己挑那一般家庭的 还有恋人的 跟你男女朋友的 然后像这种 有的会 它会有一些字的栏位 你就可以写一些故事进去之类的 那你也可以在全部这边慢慢选 反正 这边是选它初始内建的版而已 你进到里面 如果你单一页你要换版本 他换那个版 他还是可以有的换 还是有的换 所以你就把那个大字的风格在这边先做选择 好 假设我要用这个 浪漫花语好了 你选了版之后 接下来要输入的就是你的书的标题 你这本是什么书标题 副标就是在那个大标题底下的副标 然后书背就是刚刚讲那个书的那个脊椎 脊椎那个地方 书背那个地方 要出现什么 作者是谁 那你这时候就要把字都输入进去 好 那请各位就是选一下你的版 然后你就模拟你要做那本书 然后把你的这本书的标题 副标题 作者就被文字把它打进去 好 你标题其实可以不要那么熟 什么蒙古之旅 你可以 可以 可以比较 比较那个有趣一点的标题 好 他可忘记了 书背 现在我们去睡觉吗 你要去睡觉 我去睡觉 书背 没关系我帮你处理 好吧 因为我帮忙还关 我帮你 我还没有去睡 我帮你 好 书背了 好 那个所以请各位输入一下哦 那你输入完毕之后 直接按开始制作 我们先我先停在这边 好 那各位 好 各位就赶快设定一下 我们进入这个制作的页面 要打错字了 老师你刚才是怎么样直接在这边改字的呀 好 你点你的字 然后下面有一支笔 这个笔点进去就可以在这里改字 改完确认就好 好 那这边也可以选字型 选其他的设定 但是我点的字没有看到笔耶老师 你点的字有没有出现框 嗯 嗯 有出现框但是好像跟老师的不太一样 没关系 欸 你是用克隆浏览器吗 对啊 对 这时候就有了 刚才点完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框 那 那应该是网路的速度 太慢 不是 好像是点的方位 我如果点在 没有刚好点到字 点到字旁边一点就出现一个大红框 OK OK 好 所以你是点到那个外框 物件的外框 你要点到字上面就可以了 老师然后像照片你本身 都是用USB线这样直接传到电脑存的吗 直接存在电脑硬碟 对 你是用USB线这样传的吗 你说手机吗 对啊 如果手机拍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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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最快的吧 那如果我的手机 传到FUGLE相簿 我都是设定原始画质的话 这样从那边抓下来也可以 对不对 也可以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检查我的是用原始画质 在传云端相簿的 对 那你就从云端相簿那边先抓下来 好 因为他这边也是要用相片的原始档 传到他的网站上 所以你要先把你Google相簿那边的先抓下来 好 我只是说这个画质就有达到老师说的高画质了 因为之前设在云端都是设原始画质上传 对对对 那你的Google应该很快就满了吧 对 是我就用教育版的 是 很好 这个真是老师的福利 那时候是免费吃到饱 那现在有限额度 所以看你们学校给你们的额度有多大 洪老师对那个建豪印刷 对 没错 老师那个Google之前给我们学校是免费 但现在变成全校共用2T 然后现在交付这个GO账号是无限的吗 我那一天我有问我们的网管 那个教网的网管 他说目前好像没有限制 但是他也没有讲得很明确 所以他应该也不是很清楚了 好 好 了解 谢谢 没关系 我先到这边了 好 这边应该有很多老师 比我还厉害的 好 如果你也知道那个Google 教育部的版本那个Go.edu的容量限制 你可以回应一下 好 那不晓得各位老师都进来这个封面了没 还没好的请你输入2好不好 还没好的请你输入2 在讯息列 那我们再等一下下 好 那其他老师你要准备好你的相片 准备好你那一堆原始档案 老师 早上的照片不是都放在那个Canva里面吗 我们现在要把它 早上我们练习的是那个 做衣服要用的那个图片对不对 好 你可以先把它下载回来 放在桌面 放在你的电脑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相簿这个 这个要用你自己的照片 这个要用你自己的照片 所以你要准备二三十张你自己的照片 这样 好不然你要 你如果没有准备的 各位我在那个我的分享资料夹里面的素材 我分享给各位的素材里面 的图片里面 那里也没有我的照片对不对 但是有那个T恤 T恤那个资料 这边有一堆照片对不对 这也不是照片 这是图片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有自己的照片 因为毕竟是相片书 所以总是要放一些相片 好 那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准备好那些原始党的话 我建议你啊 你就从那个 你自己的脸书 直接抓一些相片下来 那那个解析度就会不够 但是还是可以练习 只是你不要去输出就好了 输出出来会糊糊的 解析度不够的相片 你去做纸本输出 它输出来会糊糊的 好那么我们就继续了 好那你这边稍微看一下 刚刚这一本是那个A5横 A5横的 所以这个是书背 书背这是封面 这是后面 然后这是测标 那所以它整个摊开来就是 它这边会跟你讲说最佳解析度 这个字看不清楚 好像是5693乘2150 所以它直接会跟你建议说你这一张 如果你这边要放相片 你这张相片就最好是这个解析度 它会最清楚 那如果你给的地域这个解析度 它就会有点模糊 就会有点模糊 好这题外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相片要怎么放 我们在编辑之前呢 我们通常会在左上角 把我的相片先全部丢进来 好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相机的图案 对不对 那目前像这里面没有相片 对不对 好所以请你点一下相机 然后请你从本机照片这边去把你的图案通通汇入进来 好所以我们点了相机本机照片这边点一下 然后你就去找找自己的那一堆相片 好找自己那一堆相片全部把它选进来 好只能多不能少了 少了等一下还可以再补 好那它会 它就会先把所有的相片先读到它的网站里面 好这个速度看起来很快 对不对 事实上它只是先缩图丢进去 让你可以在线上制作而已 然后它背景它会慢慢把图片传上去 好它背景会慢慢把那个图片传上去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所以等一下你传上去之后 你要拉下来你的版面制作的相片全部都在这里找 好全部都在这边找就可以了 好所以你就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素材先用这一个 好这一个汇入本机照片的功能把它全部丢上去 好全部丢上去 那这边呢也有其他的方式 这个网络相簿指的是 建豪它本身它有提供网络相簿给你 在你注册之后 你可以在你的会员专区那边 那边有一个网络相簿 好所以这个不是指你的Google相簿 这个是指它的网络相簿 然后至于这个行动装置嘛 我没试过 它应该会出现一个QR Code 可能就方便你把照片传进去这样 你可以再试试看 好 所以总之你就把相片先丢进来 丢进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箭头可以拉上拉下 所以你需要相片就来这里拿 需要相片就来这边拿 好所以请各位先把照片给弄进去 好 感谢观看